有问题 像是这个IP做完了 LEN这个刚刚也做了一半 长度 性别这个要怎么去取 其实性别部分的话 刚刚有讲到 可能要两个动作 所以这两个动作可能需要两个函数 那第一个函数的话就是如何取得中间资料 把它取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性别的这个位置 第一阶段 所以第一阶段取得的就是1跟2 那第二阶段再去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如果是1的话 那我就把它转成男 如果是2的话转成女 那第一阶段我们会用一个函数 那因为字它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 它在中间 所以如果字假是在中间的话 那你可以在文字函数里面 找到有一个叫做MID MID这个 这个MID 如果资料是在中间的话 那用MID函数 如果左边是Left 右边是Right 反正就固定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反正字就这样长这样 它不可能 左边右边嘛 中间嘛 应该没别的啦 OK 所以MID就按确定 然后呢 它一样会问你三个问题 它问你三个问题 多一个问题 跟Left Left Right 都只有一个问题 因为主要差别是中间 它会问你说从哪个字开 所以你先跟他讲说我要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请问一下哦 你要从哪个字开始取啊 那有没有 他边有一个 那我要取 从第二个字开始取 那第三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你的字数 字元素的字数了哦 那你要几个字 哇 一个字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取得这个字了 按确定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这个一哦 如果前后是有双引号的话哦 那它就是一个文字的一 你说老师那文字一 跟数字一有什么差别哦 这边就哦 如果是文字一的话哦 它没有办法做计算哦 只有数字一才可以计算哦 那在Excel的世界里面哦 这个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哦 可是我们眼睛看没有不一样 所以你按确定哦 你会发现 诶 这个是文字还数字 看起来好像 都一样 但实际上哦 跟各位讲哦 在Excel里面就认为不一样哦 所以以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说 这个的结果哦 到底是文字还数字 如果是数字的话 你就要数字处理 如果是文字的话 就记得要文字处理 否则结果会是错误的哦 好了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呢 它就自动帮你取得性别 但问题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我要把一变成男 二变成女 那不是说你在旁边自己打 一就是男 那等下还是做一半 所以 最后的话记得哦 你必须要把这个公司外面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这个的结果哦 它是等于一一的话 那帮我转换成男 反之转换成女 那怎么做哦 一般习惯是这样的 我会在这个公式哦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哦 把这个公式做一个动作叫减下 那为什么减下呢 因为我要把目前的这个公式放在第二个公式里面做第二次的处理 所以记得哦 一般是不包含等号的公式哦 把它选取之后减下 那减下之后的话 我需要第二个动作就是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在函数里面找一下 它会是在逻辑 所以哦 有个类别叫逻辑 逻辑里面就会有个函数很常会用到的 就是逻辑啦 OK 那逻辑的话呢 需要给三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逻辑 第二个就是如果那个逻辑发 结果是true的时候做什么事 如果为false的时候做什么事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格子嘛 那接下来请你把刚刚的公式再贴到这边来 按右键贴上 或者Ctrl V也可以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如果他的身份证 第二个字是等于 所以中间如果要比较嘛 你就这边加一个等号 如果是1的话 OK 那就帮我输出男 反之呢就输出女 所以底下的话呢 你就是输出男 反之的话呢 就输出女 但是你会发现哦 你这边打男这个字哦 你离开的时候 他会前后帮你加什么 双0号 为什么 因为在Excel里面 文字哦 一定记得前后 会有双0号这个符号 反之就女 那当然呢 最好是自己打啦 如果你懒得打 Excel 他会自己帮你 一符会帮你自己加 所以你移开的话呢 他会自己帮你加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公式又完成了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 最后是涨 涨这个样子 一符 那原来的公式就放这边 第一阶段的 第二阶段呢 再把外面再包一个一符 所以等于是第一阶段做完 剪下的东西就放这边 那看起来 似乎好像 哎对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等于一一嘛 然后呢 应该这边出现是男生才对 不过如果你按确定的话 其实还没按确定 你大概就知道可能会出错了 因为他这边出现女 有没有 然后你下下填满 奇怪 怎么会全部都女呢 明明是1啊 为什么 这个得到的结果却是女 应该是男才对啊 为什么呢 哎 好 没关系 如果你要回到刚刚的公式去编辑的话 你可以把油标点一下一符 然后再按这个插入函数 他就变成编辑了 有没有 他就跳回来了 那到底哪边出错呢 应该看得出来吧 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哦 这个东西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他得到的结果 他会是1 可是这个1的话 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前后怎么样 有这个双引号符号 也就是说呢 这个m的函数 它是文字类函数 取得的结果一定是一个文字的1 但是你后面呢 却给他一个数字1 比较 所以你会发现 两者1不一样 完全完全不一样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OK 因为以后呢 很多人发生错误都在这个地方 搞不清楚那个文字跟数字的差别 当然如果你这个问题 你这个地方能够理解的话 我是觉得以后你会犯的错误就变少很多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犯错都是在这里 搞不清楚 你说老师明明我看到是1啊 那怎么会是还有分文字 对没错啦 因为当然你的理解是这样 但是以sell的理解跟你不一样 那以谁为主 当然以他为主 因为他帮你处理嘛 又不是你来处理 帮你来处理 你来处理 被你用眼睛看了 OK 所以 如果你要给他处理的话 你要注意到这个位置 要怎么改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1后面加一个前后双以后 那这个问题呢 就会变成true了 有没有 所以哦 差一点点 就差非常的非常的大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一个结果啦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性别 把它转换成男女 不是用眼睛看 不是叫你用自己在那边打 不是啦 所以公式就在这里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觉得说 是公式太长了 我记不太起来怎么办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都有答案 所以你假设要看答案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文件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的话呢 其实这边就有刚刚打的答案 这边也有啦 像我刚刚的这个 这个长度是LEN 当然你如果要判他是否正确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加一下 那性别刚刚打的公众是在这边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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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